第四集 整个厂商的数百名孩童 就算是胆大的小男孩 也是浑身发寒 寒毛都立了起来 而那些小女孩呢 更是一个个的脸色苍白 吓得是哭泣了起来 他们已经明白 这个是要会死人的 而且死得很恐怖 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 又有四间失药小木屋里的孩童 是惊恐欲绝地跑了出来 倒在了场地上 他们种的毒呢是各不相同 有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只是全身起氧无比 抓的是差点烂掉 有的那是长满红豆 化膿破疮是臭不可言 还有一个小女孩 晃红悠悠地从小木屋里走了出来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喷出了一口黑血 气息全无地 瘫倒在地上 叶琴茫然地举目望去 厂上的数百名孩童 至少有一半 吓得嚎啕大哭 还有一半胆小的 吓得是屁股尿流 剩下的十多个胆大的孩童 也像他一样 是茫然不知所措 有几个孩童想要逃跑 被周围监视的锦衣少年抓住 当众就是毒打了一顿 打的是哭爹喊娘 上午首批十名施药的孩童全部出来了 其中一个贫民的孩子呢是发剧毒而死 被张大总管命人直接抬去县城外十多里的荒野乱坟港埋了 而四个中了毒没有死的也被赶出府去 如果能够及时找到大夫救治 说不定能够侥幸不死 还有三个中了危毒 虽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也丧失了加入采药堂的资格 也都被赶出了府去 那个小胖子被毒的是满脸发花斑 吓得是当场尿了裤子 目光呆滞 张嘴巴是胡乱的叫喊 爹爹 你在哪里啊 看样子只怕离下傻也不远了 叶琴注意到 张大总管却突然出手 给那个小胖子嘴里呢 塞了一颗小药丸 然后另几名锦衣少年送那个小胖子离开 看来那老乡生给的一袋子银业 多少还是起了一些效果 叶琴有些懊恼 他之前还想着 以后怎么狠狠地揍这个 往自己身上吐吐的小胖子 但现在呢 没想到这么快 他就被赶走了 那些被赶出府的落选的孩童 都被锦衣少年们声色俱厉地下了封口令 如果敢对外人提起采药堂试药的事情 他们会直接地找上门去拜访他们全家 给他们家上点颜色 那些被赶出去的孩童们是浸若寒蝉 哪里还敢不答应 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保证是不会有任何人提起采药堂里试药的事情 首批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过关 那是一名年纪十二岁的贫民的男孩 吃了十株草药 勉强呢 是撑过了施药官 被正式地列入采药堂采药童子的行列 奖励他吃了一只鸡腿 但这个过关的男孩也是脸色发白 双腿发软 浑身呢都在颤抖之中 套不是中了毒 而是惊吓过度 下午继续释药 这一回才也没有一个孩童肯上了 谁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在玩命 别说一只鸡腿 给一整只飞鸡也不行 纷纷哭嚷着是要离开 张大总管在旁是一直冷笑 这采药堂的门 进来容易 出去可就难了 他朝几名少年使了一下眼色 那些锦衣少年领会 立刻飞扑进孩童的群中 出手敏捷地直接抓了十来个孩童出来 压到高台前 抓着他们的手 是强行地按下了 鲜红的生死器的手印 然后直接送进了 试药的小木屋里去了 叶琴曾经在县城各地流浪 乞讨了大半年 早就体会到了人心险恶 学会了察言观色 他一直在盯着呢 张大总管和那些少年的脸色 一见不对便立刻缩身后退 躲在了数百名孩童的中间 他及时地避过了那些抓人的少年 他的胆子呢 在数百名孩童的中间呢 可以算是较大的那一小批 但是面对这些身怀武功的锦衣少年 他也持有傻眼的份 只能想办法躲在孩童群的最深处 尽量的是避免自己被抓住 接下来这十多天 每天呢 各二十人 已经数百名孩童被抓入小木屋里去施药了 只不过是过关的孩童是寥寥无几啊 十个钟能有一两个过关便算不错了 没过关的 要么是死 要么是中毒 或者呢 是被驱逐出府 那些过关的孩童呢 才被留在了采药堂内 只剩下三四十个还没有试药的孩童留在小院当中 这些孩童每天傍晚的时候都有一碗稀饭 几个馒头 叶琴呢 也在其中 他成功的躲了十多天 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敢去试药 现在他吃稀饭馒头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才能拖延时间想办法过去试药这关 这剩下的孩童啊 几乎都非常既定 闪躲的本身呢 都不亚于叶琴 这天 叶琴被一个来自县城的平民孩童给阴了 把他呢 推倒在地上 结果被一个锦衣少年当场给抓了小金 拎到了高台之上 在张大总管的面前是摁下了生死器的手印 然后呢 扔进了一间小木屋里 这间小木屋并不大 只有一张桌子 两条凳子 一个身穿轻袍的中年汉子 桌子一个木盘上呢 里面有不多不少 正好摆放着一百株不同的草药 桌上还放着一个大香炉 里面呢 有许多燃尽的香尘 那个中年汉子坐在凳子上 是冰冷的看着他 小子 是要的规矩 你应该知道吧 我就不多说了 挑一株吃吧 吃完一株 一株香时间之后 再吃第二株 一直吃到九株以上 九株以下中毒 不要奢望本药师会出手救你 你会直接被赶出府 九株以上没中毒 便是采药堂的人了 叶琴一下子就认出了这轻易汉子 竟然是他曾经在采药堂大门处见过的王采药师 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是这个人亲自监督试药 他心中愤恨 又有些畏惧 小心翼翼的把屁股粘在了凳子上 低着头看着桌上的那些草药 他的心中已经乱成了一团麻 这里一百株草药 有五十株有毒 足足呢是占了一半 普通无毒草药是三十株 疗毒草药二十株 随便碾一周出来 都有一半的可能是毒草药 除非他能够认出哪些草药是毒草 哪些呢不是毒草 可是这些稀奇古怪的草药 他哪里认得 只要不小心吃了一颗毒草 重则立刻身死 抛尸荒野 轻则呢因为中毒 也会被驱赶出府 他也不可能有钱 去县城的医馆药铺进行医治 大牛没能进采药堂 是因为腿伤 被这个王采药师是扫地出门 流落县城是生死不明 他呢现在进了采药堂 但是呢却面临着生死观 离死呢也不远了 悲愤之下 叶琴渐渐忘记了恐惧 反而呢是镇定了下来 盯着木盘中的草药 对于草药呢叶琴并非完全无知 他是乡下普通的猎虎出身 才几岁的时候 便跟随着老爹上山打猎做帮手 三年下来 少说呢也经过一二十次深山老林了 每次呢都会在山上待上长达十多天 甚至呢一两个月 在山林里饿了都是挖野菜吃 如果不小心受了皮肉擦伤 也会弄点可以止血的草药来敷上 老爹还想着以后让他也当猎户 学会虎口的手艺 所以教会了他辨认一些草药 要不是今年大旱 山林那猎物稀少 他恐怕还留在乡下 做他的小猎户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游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千元 叶琴瞪大了眼睛 看着盘中百味草药 仔细地分辨 老爹教给他辨认过的草药 有几种跟这里的草药是相同的 不过时间隔的久 他把一部分草药都给忘了 叶琴呢是绞尽脑汁 回忆着过去曾经尝过的草药 发现其中几位 竟然是他曾经吃过的 疗毒的草药 他把那三位自己 曾经吃过的疗毒草药 是先挑了出来 放在了靠近自己的这边 王采药师拿了一炷香 在桌上的香炉里插上 点燃了 然后冷眼看着叶琴的举动 也不催促 叶琴把吃过的草药挑出来过后 剩下的几乎是全不认识了 犹豫了一下 开始给剩下的草药分类 他不认得这些草药中的绝大部分 但是直到一点点常识 老林里那些彩色的草药 非常鲜艳的草药 臭腥味刺鼻的草药 有恶臭的草药 这一些种类是毒草的可能性很大 还有森林里最毒的是蘑菇 死得最快 不认识的是绝不能吃 叶琴把盘子里带着鲜艳色彩 恶臭腥味的二三十株草药 包括几株蘑菇 不管有毒没毒 先小心地拨弄到了远离自己的地方 以求保险 剩下的六七十株草药 他也不敢保证剩下的绝对是没有毒 因为老林里有些草药 就算不臭无色也有剧毒 他拼命回忆自己见过的草药 挑出那自己有些印象的普通的无毒草药 王采药师有些诧异 他这十多天里已经监督过不下于三四十个孩童食药了 许多孩童都是闭着眼睛 拿了一周是拼命地往嘴里塞 完全是靠天来赌命 少数孩童认识一些草药 也只挑见过的来吃 没见过的是不去碰 像眼前这个小子挑的这样仔细认真 还给毒草疗毒草药普通草药分分门类的倒是不多 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草药都给分错了 原因恐怕是因为这小子不认识这些草药 而不是分类的方法错了 这足以见明其心智在中上之列 非一般的孩童可比 王采药师是暗暗的满意 采药堂的试药测试 表面上测试的是是否认识草药 但是真正测试的却是胆识心智冷静 面对生死的勇气是愚蠢还是机智 在务实毒草中毒陷入绝境的生死关头 能否还保持头脑的清醒冷静 身为采药人 往往要一个人独闯极其危险的决地 去采集珍贵的草药 在那种久死一生的孤独之地 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他们 辨试草药固然重要 但是心智冷静比辨试草药是更为的重要 如果不够冷静 就算能够辨试除草药 在绝境之地陷入慌乱 也是死路一条 参加试药的孩童 只要在胆识心智冷静中占了任何一个 其实就算没有吃够十株草药 也会被破格录取 至于那些胡乱往嘴里塞草药的 不把自己的命当命的 靠侥幸和运气来过关的 一旦误服毒草 就心里崩溃的 都直接淘汰 那些孩童就算进了草药堂 也是迟早试个死 一刻钟下来 叶琴从一百株草药里 挑出了其中三株疗毒的草药 四株普通的草药 这七株他有很大的把握 吃了应该不会中毒 但是还缺了两株 才能凑出九株 叶琴额头上是开始冒汗 这两株草药 只要一颗有剧毒 也足够让他丢了小命了 一株香时间快到了啊 立刻吃一株 王采药师冰冷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并指了下香炉 叶琴恶然地抬头朝香炉 看过去 原来这香是用来计时间用的 不知不觉中 香炉里的那一株香 已经快点完了 即将熄灭 他只好拿起一株 已经辨认出来的普通草药 塞进了嘴巴里 心中呢带着一丝惊恐 祈祷自己别弄错中毒 见叶琴吃了一株草药 王采药师呢拿出了第二株香 在香炉里点上 烟雾缭绕 每隔一株香 叶琴便会被逼着吃一株草药 时间再一点点的过去 转眼 香炉里已经燃尽了五株香 叶琴也吃了四株普通的草药 和一株治疗的草药 手里呢还剩下两株治疗的草药 但是他心中却越发的着急 因为他还没有从剩余的一大堆草药中挑选出他心里有把握可以吃的无毒草药 叶琴心慌 这个时候叶琴忽然争住 看着手中的两株疗毒的草药 他想起一件事情 记得张大总管曾经说过 如果吃够五十株到七十株的草药 便可以直接拜在赋堂主的门下 可是张大总管明明又说 这里有五十株毒草会中毒的 那么怎么可能吃够七十株草药 叶琴突然心中一动 莫非毒草其实也能吃 这里有二十株疗毒的草药 可以治疗二十株毒草的毒 加起来便是七十株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否则不可能有人能够吃够七十株草药而不死 他把目光移到了被他拨得远远的毒草之中 叶琴认得手中的两株毒草药 自然认得它们相对应的毒草 毒草和治毒草本身就是一对的 先认得毒草才可能对症下药 吃那疗毒草 否则光是认识那疗毒草又有什么用 叶琴立刻伸手把那两株毒草是取了过来 这两株毒草其实是乡野间寻常的毒草 毒性并不裂 偶尔有畜生吃草的时候吃了会中毒生病 人吃了同样也会中毒 王采药师是微微动容 颇有深意的看着叶琴 扑多不少 刚好九株 用疗毒草来解去 毒草的毒物是被允许的 再吃一株达到十株 便达到了进入采药堂 成为采药童子的最低的下限 这最后一株有毒无毒已经不重要了 采药堂都会医治 之后每多吃一株 在采药堂的待遇便能高上一分 在这次施药中 叶琴一共吃了十一株草药 在第十一株的时候是中了毒 但是他没有在那堆疗毒草中 找到相应的解毒的草药 被王药师是终止了释药 并替他解了毒 王采药师冷漠的声音说道 做得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便是我采药堂的记名采药童子 也是本采药师的弟子 等明天所有童子的释药结束之后 你和其他过关的童子 跟随我进行训练 是 叶琴小心地掩藏着心里对王采药师的愤恨 非常老实的是 应声点头退出了小木屋 说到底 他也就是个十多岁猎户出身的小孩 刚刚渡过死门关进入采药堂 成了一名采药童子 而这王采药师地位尊宠 光是那些看门的刀手 锦衣少年们对王采药师的恭敬态度 便能看出来 他不可能对王采药师造成任何一丁点的威胁 要是露出半点愤恨的神色 也就是找死而已 根本无法为大牛讨回任何的公道 走出小木屋的时候 叶琴只感到自己浑身上下 像是被水淋了一样的湿透了 脚下虚浮无力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欣喜 只想立刻找一个地方 好好地睡一觉 补回这几个时辰 消耗的体力和心力 一名傲气的锦衣少女 领着他去了一处庭院休息 而下一个等待采药的孩童 被锦衣少年们抓住 惊恐乱叫中 被送进了王采药师所在的小木屋里 去采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